阿摩斯书第六章 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 坐在胃上进行强暴 你们躺过在象牙床上 书身在榻上 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 弹琴古色 唱消贤的歌曲 为自己制造乐器 如同大卫所造的 以大碗喝酒 用上等的油抹身 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 所以这些人 必在被掳的人中 首先被掳 书身的人荒艳之乐 必消灭了 主耶和华万君之神 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憎恶雅各的荣华 宴弃他的宫殿 因此 我必将成和其中所有的 都交付敌人 那时若在一房之内 剩下十个人 也都必死 死人的博书 就是烧他尸首的 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 问房屋内间的人说 你那里还有人没有 他必说 没有 又说 不要作声 因为我们不可提 耶和华的名 看哪 耶和华出令 大房就被攻破 小屋就被打猎 马岂能在牙石上奔跑 人 人 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 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 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 你们喜爱虚浮的事 自夸说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 取了脚吗 耶和华万军之神说 以色列家呀 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 他们必欺压你们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我必要有 我必要是 神经病 我们未经许的力量 我必要是 那里面的力量